崔永元喊话华裔掌门人现期去自首,晒出合同,图。 近日,华裔兄弟质押股权的动作引发市场激烈反应,同时也引发外界的关注。 随着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的不断爆料,华裔兄弟被推向风口浪尖。 北京时间6月13日,崔永元在期微博喊话华裔兄弟,还不许自首,再给你三天时间。 并在微博中发出一张华裔兄弟控股人签字的合同,引人猜测。 崔永元在期微博喊话华裔兄弟,图源,at崔永元。 崔永元在期微博晒出华裔兄弟的合同,图源,at崔永元。 据中国媒体证券日报北京时间6月13日报道,几日前的一则质押公告,将处于风暴中心的华裔兄弟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 因受崔永元爆料影响,不仅令中国娱乐圈震动,也撼动了资本市场。 A股影事故逆势一度下跌,华裔兄弟股价在此前遭遇大跌。 随后,华裔兄弟法人代表董事长王忠君质押19.86%,其本身持股2207%,也就是说其手里股权已经不到3%,而王忠雷也是几乎如此。 这一疯狂套现,引发外界质疑。 随后,华裔兄弟发声,更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忠君、王忠雷的质押比例。 公告显示,王忠君于当日分三笔解除共计4425万股质押股,占息所持股份的7.22%。 针对华裔兄弟,崔勇元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,上面本来就打算要调查艺人税务问题。 因此,有媒体传出,中国官方早就对娱乐圈被军方把持极为不满,现传出以下手调查具有军方背景,中国最大娱乐集团华裔兄弟。 除此之外,华裔兄弟与冯小刚之间的就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。 而这次惹争议的手机2也是由冯小刚掌舵的浙江东洋美拉传媒有限公司,以及王忠君王忠雷兄弟创办的华裔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,这也是引发崔勇元疯狂仿击与爆料的原因之一。